10月7日晚,在杭州亚运会霹雳舞项目决赛中,中国17岁小将刘青衣摘得女子组金牌。 本届亚运会的霹雳舞冠军将直接获得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,因此赛场上汇集了亚洲各地的武林顶尖高手。 每天都有自己大招,然后在放自己大招的时候感觉特别燃。 作为亚运会新面孔,霹雳舞首秀备受关注。 比赛以红蓝两方在场地内轮番展示的形式进行,对决双方每场表演时间不超过60秒。 最后由裁判根据表现、音乐性、技巧等多个维度进行打分。 记者注意到,比赛现场,除了令人震撼的常规霹雳舞套路动作, 中国队此次派出两男两女队员,在舞蹈中融入大棚展翅、龙泉、醉泉等中国元素,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。 男生的那个运动员,就是我们国家那个吉祥宇,他也非常的厉害。 就在最后一轮的时候,不是使出了龙泉吗? 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运动员才能使的招数。 刚才那个女子的时候就真的没话说,在那个时候非常燃,然后我觉得我们的心都掉起来了。 虽然感觉最后一轮她很累了,但是她还是拿下了最后的冠军。 这些中国元素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,所以如果我们能把中国元素融入到我们的舞蹈中, 其实有些东西并不是套路,而是一个抽象的理念。 我们要运用自己的东西融入到套路里面,还有就是freestyle里面,这样会能更加展现中国。 杭州亚运会霹雳舞项目经过两天比赛,完成全部赛事。 中国选手刘青一以2比1的比分战胜日本选手汤浅亚美,摘得女子组金牌。 中国选手齐祥宇获得男子组铜牌。 日本选手范景重兴,夺得男子组金牌。 主场作战有优势也有劣势,优势就是气氛很好,给我更大的力量, 但是劣势可能会变成劣势,就是压力特别的大。 所以对于我来说的话,就是坚信自己能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后, 然后其实就是把这个压力转化成故意,然后它会是最后。 谈及获得参加巴黎奥运会资格,刘青一表示, 参加奥运会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,希望自己能为国争光。 能直通巴黎对于我来说,也是心音上的大增, 然后让我更加期待巴黎奥运会会有更好的表现。 2020年12月,国际奥委会同意增设披霉5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比赛项目。 同年,亚奥理事会宣布其成为押运会正式比赛项目。 本次赛事,成为霹雳舞押运首秀, 也让曾经被认为不务正业的舞蹈,得到社会的认可。 对于我们舞者来说,最大的意义就是社会的认可度。 其实像我自己这一辈的话,我的父母是不支持我跳舞, 现在像我们这一辈都成为了父母。 我们其实是比较鼓励自己的小孩去释放天性, 他不管是喜欢街舞也好,说唱也好, 还是说那些比较潮流的文化艺术和体育运动, 我们其实都比较支持的,只要他的精神面貌是向上的。 小朋友学了街舞之后,人变得更自信了, 然后他很勇于展示自己,我觉得非常好。